兩個古兴的小火人互贏兵 加上高蘭豆的買戲表演 由台南市文化球以及佛卡布的無三買戲團 共同主辦的第一次買戲劇司座 將在明年2228年到期間 在水高山文化橫幅聊天開 其實馬戲是很多大人們 小時候的共同的回憶 有時候有些人有辦馬戲 有些地方有辦有一些馬戲活動 但是能夠把它整合起來 變成一個馬戲藝術節慶應該是非常好的 買戲劇司座 邀請來自法國、澳洲、南韓、日本、 香港、柬埔寨、中間市的 國家地區的買戲劇司座 將近30組團隊連續7天 將出來超過150點的演出 其中最特別的59點的演出 將在馬戲棚跟大家記憶 比起整個馬戲的文化在亞洲 相對的還是比較薄弱 尤其馬戲棚這樣的移動式劇場 在整個東方社會裡面 這個不屬於是我們的文化 馬戲棚這個印象 為什麼都會停留在 不管是大人還是阿公阿嬤 還是爸爸媽媽 還是小朋友心裡 就是因為我們看了很多好萊塢的電影 看了很多的卡通 其實都有這樣的image在大家的腦海中 可是我們把它實際落地在台灣 把它誕生在台南 總共只有19個場次 大概一萬兩千個位置 目前已經販售有將近七成的座位 已經販售出去 我們的園區的馬戲的票 即日開始展開販售 在我們整個馬戲藝術節的園區裡面 有非常多的戶外的表演的舞台 還有很多的市集 馬戲藝術節的野包和我演出 以及市集上八大地是電窟 要將輕鬆地有限的生活方式 帶來台南 和民眾體驗 不一樣的社群氛圍 那是想要了解 多個多的竹筍 可以到文化球 以及副卡馬戲團網戰雜筍